达到的感觉 第五次吸气时 身体保持原本知识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3月20号星期日 我会把今天刷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 沙图 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睛为盏 上下眼睛 轻轻地喷出 睫毛也轻轻地相处 感觉就好像我们晚上 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那么轻松 舒服 没有用力 也要眼睛 或着眼皮 请送得比起来 我们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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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掉 双眼的存在 然后我们暂时 来静坐 我们暂时 我们暂时 需要暂时 舒服 第二个 我们要有脚趾 正前后 正面 第三个 要持续 第四个 我们要懂得观察 有关放轻松的部分 无论是在身体方面或者心理方面 我们完全都放轻松 而放轻松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维持清醒的觉知证念 让轻松收服与觉知证念并肩进行 无论是在我们静坐的时间也好 或者在我们静坐之外的时间也好 我们就维持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也要懂得观察 如果什么时候感觉轻松舒服 或者觉知正面减少的话 我们也要找一下 什么地方感觉不舒服 然后我们就调整 把它放轻松 相反的 如果我们哪一天哪一场静坐的特别好 我们也观察一下 这个是在静坐快要结束的时间 今天我们再来观察 我们怎么调身 怎么调心 今天才可以做得比较舒服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 按部就班 从轻松舒服开始 现在就请大家 舒舒服服的坐 现在我们没有跟任何人比较 失败失败的坐 就可以了 哪位想担盘 我们就担盘 哪位想散盘 就是两只脚都平平地放在地上 或者哪位想坐椅子 也都可以 现在只要我们感觉坐下去了 可以坐得久 不容易 酸 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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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顶到脚底 哪里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 把它放轻松 我们把它放轻松 从我们的头部观察看看 如果哪一位头部有出现 种种紧紧的感觉 我们可以先张开眼睛 然后如果感觉轻松舒服了 我们才再一次闭上眼睛 sabai,sabai的就可以 整个脸上都放轻松 颜色 身体的上半身都放轻松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 没有太直 也没有太松 也就是我们感觉轻松舒服 而能维持绝质正面 腰部也放松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十只脚趾头 都完全放轻松 现在全身都放轻松 全身都感到失败 失败的 如果哪一位 仍然出现疼 疯通 麻痹的感觉 疯通 麻痹的感觉的话 也不要紧 我们可以再一次调整 没有关系 慢慢来 因为十八字 是含了最少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 轻松 轻松 舒服 第二个意思 就是 慢慢来 第三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 就是 简简单单 所以 现在我们没有在做 什么困难的事情 我们只是正在做着 消息而已 而是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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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三下,增加我们的轻松、舒服感。 我们来用深、悠伤的息息, 然后再慢慢地吐息。 再一次最深、最深的息息, 然后再慢慢地吐息。 感觉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 所有的负能量全部都可以排出来。 再一次最深,最深的息息。 感谢观看。 小小小小的十部分后我们可以摔下。 感到空虽。 通通。 轻松。 舒服! 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 正在坐在泡泡里面 透明的泡泡 当我们吹泡泡的时候 泡泡会慢慢地浮上来 飘来飘去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 只要我们感觉自己正在坐在泡泡里面 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好像可以慢慢地浮上来 身体变得越来越轻 可以浮得越来越高 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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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点那里 哪里感觉舒服 我们就先放在那里 舒服的基础 就是不苦不乐 所以当我们把心放在那里 然后没有什么感觉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现在还没有感到什么快乐 但是同时也没有感到什么痛苦 这个就是舒服 这个就是舒服的基础了 我们可以先把心安放在那一点上 我们的感觉 心越静越定 舒服感会慢慢地增加 自在的感觉 自在的感觉也会慢慢地 扩张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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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感到轻松 失败 我们的心感到满足 很想把心一直宁静定在这里 那么记得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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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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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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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世的亲戚朋友 然后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发为善的愿 saphe-putta-pala-pata-pajika-nananjayang-phalang a-ra-hantananjat-te-she-na-ra-kang-pa-nta-mi-sapha-so sapha-putta-nupha-vena sapha-thmanu-pha-vena sapha-sankha-nu-pha-vena-satha-so-thi-pha-wan-tuk-tē 请大家以追发 sittasin hu-seam-sui-si-gong-tah-sathu 我们来继续听个案研究 昨天讲到这位年轻上人 这位年轻上人大家还记得吗 是谁 就是女厨师 还记得女厨师是谁吗 就是长老的一位女侍者 我们正在讲她为什么翻第三条界 为什么身为女性 那她那一生 后来她跟她爱上的女生结婚了 然后就联手做生意 有一天 那一天就是她生命的转烈点 她看到生存正在来陀伯 然后她就起信仰心 想供养陀伯 老龙屁看到这个故事 老龙屁其实也有发愿 发愿说 谁看到龙屁 先不要讲什么话 就能够起信仰心 如果是男生就想出家 女生就想持八戒 这样好吗 不要起烦恼 一旦看到龙屁就想出家 真好 她就供养陀伯 然后供养陀伯好之后 她就看了 生徒都没有侍者跟随他们 这么多东西 法师们怎么带回去寺院呢 所以她就发心跟法师们说 那不然我帮生存拿这些供品 回到寺院好了 当到了寺院的时候呢 就有机会跟那所寺院的住持 谈话 然后这位住持呢 就跟他讲佛法 跟他讲有关生命的真相 也让他能够起信仰心 而且这位长老也会带他进座 当他第一次进座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心本来就很单纯 所以他第一次进座 他就能够把心宁静定下来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来自宁静的快乐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就起了很强烈的愿望 那个时候他就跟他的家人 讲什么话 这位是他的爸爸 是他的妈妈 是他的妻子 跟他们三位说 我说什么 你们啊 我想 我想出家 我第一次去寺院 听法就想出家了 这么好 然后呢 他们就想说 他也没有出家过 那就让他短期出家一下也没有关系吧 所以呢 所以呢 三位家人就一口同声的允许 这位男士呢 出家 本来就想说 我应该短期出家吧 但是当出家了之后 还有家人怎么办 你的父母亲谁照顾啊 那生意上也还没有解决好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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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常常被请求啊 所以这位比丘 他就心乱了 就舍戒还俗 但是当他还俗之后呢 他也还是不放异过生活 也就是说 他平常持五戒 有些时候也是持八戒的 然后呢 他就赶快处理 世俗方面的问题 无论是生意方面也好 或者在家庭方面也好 都处理得非常好 然后呢 他就有机会再一次出家了 这人应该想说 没办法拉他 留在家里了 所以就允许他 那你就出家吧 当他出家之后啊 他就当正审 就是认真修行 有一天 他看到 住持 住持长老 他看到这位 他就很羡慕他 有机会 每一天都能够服侍 是长老 是长老 真好真好 他就发了 一个愿 发了什么愿呢 就跟他 我曾经讲过的那故事 你们还记得吗 他发什么愿 希望我每一生 每一次 能够当长老的使者 他发这个愿 后来他的愿望 有如意跟不如意 所谓的如意就是 他能够 静坐得非常好 正如内在法身 能够顺利 庄严地回到多帅天 特殊工得去愿 撒图 两世 但是不如意的是 虽然他那一生 发愿 要当长老的使者 但是那一生 还是不如意 但是未来才会 如愿圆满 但是 那个夜 就是他 跟这位女生 偷偷地 有发生关系 这个夜 就是还没有 跟女方的父母亲 讲 要同居 这个夜 来 报应 所以就让他 今生 身为 女生 但是伦坡说 不只是有这个夜 还有另外一个夜 是什么呢 另外一生 是更早的 对不起 不是更早 是下一生 他身为男生 对不起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说 龙屁 你刚才不是说 他犯第三条界吗 他为什么 这一生 他可以身为男生呢 有两个原因 大家 第一个就是 因为他 上辈子 能够正路内在 发生 所以 这个善业 会先回报 能够减轻 能够减轻 他 犯过的 那个第三条界 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家要先了解 夜 夜不是 今生做 下一辈子 就马上收到 那个果报 他可能是在 未来是 也不一定 就是这两个原因 那个时候 他 好像 好像又很想 当军人了 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报名 我要当军人 因为他很能干 而且有责任感 所以 他的责任 他的任务 越来越靠近 国王 但是所谓的国王 不是 隆毕上一次 同一个国王 就是说 不是同一世 大家了解吗 但是 好像 历史重演的样子 就是说 国王 还是国王 军人 还是军人 那 解释来是怎么样 我们明天再继续听 今晚 祢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德 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